在东京奥运会上三朝成名的14岁奥运冠军权红蝉 在前阵子遇到因为大量网红们 在家里各种蹭流量行为的烦心事后 又遇到了让他更为郁闷的事情 对于此事 一直都是淡定董事的权红蝉 这次都没能忍住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用一个字加一个表情 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在东京奥运会上 来自湛江的14岁小姑娘全红蝉 自己绝对没有想到 在她站在十米跳台女子跳水奥运决赛的时候 她会在随后短时间内红遍全国 甚至是火到了国外 三跳满分 这个前无古人 估计后来者也难达到的记录 就这样让一个14岁的小姑娘创造了出来 原本成绩就足以让全红蝉的名字 让全中国知晓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无数人被这个小姑娘圈粉 在赛后的采访中 虽然夺得了奥运金牌 但全红蝉却并没有大谈自己的夺冠感受 而是一心惯念着家里生病的母亲 只想着用这个夺冠的奖金拿出来去给妈妈治病 这样的话一说出来 立即让全红蝉是红上加红 虽然全红蝉贵为奥运冠军 但实际上她还只是一个才14岁的小姑娘 一个上处在父母呵护成长的年龄 这样的小姑娘 怎么会不讨人喜欢呢 不过火遍全国的全红蝉 也让一些人看到了给自己谋取意义的机会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群又一群的所谓网红 跑到全红蝉的老家 进行各种直播和录像 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2000多人前去打卡 让全家人是苦不堪言 正常的生活完全被这些人打乱 而对于全红蝉来说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更让她愤怒的事情 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 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目前有20多条全红蝉的商标正在申请中 涉及到服装、食品、日化用品等品类 而申请人则涉及到5家企业 还有4个个人 目前这20多条商标信息状态 均为正在等待受理中 8月5日全红蝉在夺得冠军后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就有商家开始了对全红蝉这个名字的抢注行为 很明显 这是一种蹭热度的恶意行为 而在这些行为发生后 当事人全红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有人在社交平台询问全红蝉 对这些抢注行为的看法 全红蝉直接在评台上回复了一个字 不 另外还加上一个非常愤怒的表情 由此可见 全红蝉是真的生气了 这应该是全红蝉在奥运夺冠后 第一次公开对某件事情表达不满和愤怒 那么 这些无良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有没有办法制止呢 据相关法律专家的看法 这样的行为 完全可以定性为恶意抢注商标 而全红蝉或者是其所在单位 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 依据相关法律条款 提出商标意义申请 商标无效宣告等方式 来维护资深的合法权益 其实不单是全红蝉 包括本次东京奥运会 手金的获得者杨倩等冠军 也都有不少被人抢住 连单纯董事乖巧的全红蝉都愤怒了 部分无良商家和个人们 你们真的要住手了 不要再去扰乱这个小姑娘的生活 给她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为祖国去赢得更多的荣誉 针对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 中国奥委会发布郑重提示 不得以奥运建而姓名 为意抢注商标 有上述行为的应及时撤回 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有关公司和个人将全红蝉等奥运冠军姓名 抢注为商标的做法 涉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甚至可能会使公众产生认知混淆 可能会因损害他人在先权利 或产生不良影响等 应不予核准注册 保护奥运冠军姓名 不被注册商标 其指时间不应该从获得冠军之日起 而应该从确定成为奥运参赛队员之日起 毕竟 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 都有可能在相应的赛事拿到叫好的名次 在短时间内变得家喻户晓 那么 对于这些姓名的商标保护也应适度提前 这这里我想说一句 全红蝉这些为国家队拿到荣誉的奥运建儿 他们的名誉应该更得到重视和保障 他们代表的可是中国体育的精神 其实可以随便被乱用的 全红蝉因为一枚奥运金牌 更因为一句我想赚钱给妈妈治病的采访 一时间她的老家成为网红景点 被围的水泄不通 有人送来了她最喜欢吃的辣条 有人直接送来了现金 还有人说要送全红蝉豪宅 就连当地的医院也表示 会无条件治疗全红蝉妈妈的病 事情一开始还很和谐 可渐渐变了味 各种远房亲戚上门道贺 让全红蝉妈妈惊讶地发现原来家里有这么多亲戚 全国各地的主播和网红 也闻风赶来 争先恐后对全红蝉的家人进行跟拍 全红蝉奶奶不堪其扰 已经连续两天无法睡觉 有一次她在众人围堵的之下摔倒 可围观的人还是一直拿着手机 对着奶奶全程直播 一场本来皆大欢喜的庆祝 变成了小丑们蹭流量的狂欢 全红蝉的家人不得已只好闭门谢客 全红蝉父亲更是多次表示 不能消费女儿的荣誉 然而这样的举动 却被那些蹭热度的网红和主播们 指责全红蝉父亲是高傲 价子大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另一位在奥运会上表现惊艳的杨倩 在夺冠后起家乡就被迫成了旅游景点 她的家人也一度因为骚扰 而不敢回家 再往前 河南暴雨中 某网红未蹭热度假装救人 甚至偷走了救援队的救生艇 还有更为人熟知的拉面哥 带一个等等 只要有热度有流量的地方 都有这些细节网红的身影 有人不明白 这样的闹剧明明一直被唾弃 可为什么依然从出不穷呢 我记得一个围观拉面哥的主播是这样说的 自己打开直播就是被骂 说我蹭流量的不要脸的 怎么难听的都有 但我也不怕 因为根据平台的算法 直播室里发文字互动的越多 被推荐的流量就越多 这些无良的网红主播纵然应该被唾弃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作为这些闹剧的其他部分 屏幕前较好的观众 热情引路的乡亲 争抢流量的视频平台都不是无辜的 更确切的说 这根本就是一场围绕利益的四方共谋 到目前为止 仅国内抖音平台上 以全红产为话题的短视频浏览量 已经超过51亿 我认为全红产取得的成就 击中了奥运期间公众极强的爱国感 同时其生活条件的艰苦 又激起了公众的同情心和共情感 他的火和红星耳克类似 是大众希望他火 但人类天生就有了猎奇和窥探欲望 让我们更乐于看所谓背后的故事 就像看到一个密闭的盒子 人们总想着把它打开 当媒体上到处都是全红产的高光时刻 与之相对的 全红产靠务农为生的爸爸 急需前治病的妈妈 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等 就成了人们更想看到的幕后新闻 说到底 八胎奥运冠军不为人知的一面这种事 之所以有人拍 是因为观众喜欢看 就这样 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 不仅是各路牛鬼蛇神冲了进来 就连朴素的乡亲们 也纷纷加入了这场围猎 比如拉面哥走红后 派一度担心村里人不支持 然而后来才发现 自己完全想多了 村民们全力支持 联谊在村口建好了停车场 让来人免费放车 人们在他家门口支起了小摊 开始卖吃的卖喝的 因为拍视频需要上网 还有人做起了无线网络的生意 一位卖饮药的人说 自己每天能卖四五百块钱 在拉面哥不愿意出门见人的那段时间 村长时常开导他说 你红了之后不能像个新曲的媳妇一样 躲在家里不见人 还是要出来拉拉面 人家大老远来也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因为村子需要全红铲 拉面哥这样的人 也正是这种致富的诉求 让他们在村口或者乡镇的路口 早早树立起只是路牌 为那些远道而来的主播和网红们指路 聊而和全红铲父亲不愿意消费女儿一样 拉面哥也对着镜头说 想红的不是我 只不过在这场四方利益的合谋之下 他们的励志故事 早已被包装成一个个用数据衡量的网络产品 一次曝光一个点赞成为唯一 请不吝点赞成为唯一